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的影片要和你們分享的呢 是回覆網友的匿名留言 這個遊戲我覺得很刺激 就是我在say at me的網站上面 就有一個連結 然後你只要點了連結呢 就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總共收到了一千多個留言 那其實我一開始以為 就一千多個裡面應該會有很多是匿名攻擊的 可是其實不到十個 就是蠻少的 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謝你們 那有一些有問問題的呢 我今天會回答 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法一千多個都回覆 所以我今天選了差不多二十個左右來回答 這樣子 那其他沒有被回答到的問題 你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看 我有沒有回答到 然後這個影片呢 有一個是我會回覆一個負面的留言 其他的留言我都是回覆正面的留言 可是有一個 因為那一個負面留言呢 寫得非常的認真 所以我就覺得 市值的被回答一下 所以呢 我就把那個負面留言呢 留在影片的最後面回答 好那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最多人問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 為什麼我對這問題這麼感興趣 是 什麼時候結婚 這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我目前並沒有什麼結婚的打算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 嗯 蠻實際的人 我覺得結婚太貴了 就是如果能省則省吧 所以我對於結婚它沒有什麼特殊的計畫 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是絕對不會想要在什麼高級飯店請客 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我就是一個小請貴 所以如果要結婚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公正一下就算了 只是我唯一的虛榮的地方 就是我想要拍美美的婚紗照 就只有這個心願這樣 可是也沒有 就我目前沒有計畫說要什麼時候結婚還幹嘛 就沒有這個計畫 好接下來下一題 可以偷問誰跟你有玩過飛高高的遊戲嗎 請問飛高高是 就是他抱我 然後這樣 我這樣旋轉嗎 還是是這樣把我扛起來 然後這樣 如果是 如果是抱起來 然後旋轉的話 有 可是如果是把我丟高高 沒有 對 這有回答到 我覺得這個問題蠻好笑的 我自己看到的時候狂笑 再來下一題 可以請問查理跟J在一起 多久後才把身體交給了他呢 個人在交往一年後 別的男友覺得有點罪惡 嗯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對我來說是很荒謬的 因為我的性觀念呢 並沒有很保守 我覺得你只要 你跟你的男朋友是互相喜歡 是真心的 而且 你們在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都是彼此尊重的 沒有強迫對方 沒有任何委屈的話 我覺得發生性關係並沒有不好啊 嗯 我的觀念比較不是那一種說 性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如果跟男生發生性關係以後 就等於他拿走了我的什麼 我的觀念比較不是這一種 因為我覺得性是 男女兩個人都可以享受的 可是如果你覺得你是把你的性 給了男友的話 感覺就好像是你發現性關係是一種犧牲 這個觀念 我比較不是這種觀念 這樣應該有回答到吧 好 再來下一題 如果到了無能導致的 選一隻唇膏帶過去的話 我絕對會選 香提卡的唇膏 而且色號是 Tuberose Tuberose就是玩相遇的意思 好 下一題 如果想推薦給從未離開過亞洲旅行的人 想推薦什麼地方 如果要來歐洲的話呢 我自己最愛意大利 因為我覺得意大利除了風景漂亮 天氣好以外 東西超好吃 意大利的意大利麵 真的好吃到翻天 然後冰淇淋也是好吃到翻 所以我真的超愛意大利 就是幾乎每年都想要來意大利 好 下一題 查理我問你喔 如果你可以改變臉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想改變什麼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想要讓自己的臉長一點 因為我的臉很圓 然後很圓 在鏡頭上看起來就會更加膨脹 所以拍照的時候我超醜 就是很像肉餅臉這樣 好 下一題 想問查理的IG帳號 Grundivani 你有什麼特殊意思嗎 謝謝 嗯 這個 固然是法文的角落的意思 Vanity就是虛榮虛華 或者是浮華的意思 然後就等於是 這是一個虛榮的角落 因為我在裡面呢 就是分享一些美妝品啊 或者是買了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屬於虛榮方面的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這個名字 再來下一題 查理你好 我現在面臨的工作的挫折 我的第一份工作要被資錢了 讓我開始思考我的價值 請問查理在低潮時 怎麼樣找回自信 或是重新探索 真正適合自己的路呢 那這個問題呢 我的回答 我可以先說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自己有類似 這麼低潮的時候 就是我在德國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我在法國念完書 然後要開始找工作的時候呢 就是沒有人看好 就覺得你為什麼不要好好的回台灣工作就好 為什麼你還要在國外找工作 就是累死自己啊 你一定找不到什麼的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 然後也搬過去了 就在那裡住了三個月以後 忽然就說 喔 你的簽證有問題 不能工作了 所以我就非常的 就覺得 人生真衰小 然後就沒辦法 就只可以再搬回法國 而且我在法國也沒有房子做了 就等於是沒有朋友 沒有家 沒有工作 沒有錢 是不是夠慘了 而且也沒有家人喔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我的人生怎麼可以這麼爛啊 就是我就覺得好想重新投胎喔 就是打掉 打掉重練 然後 可是後來還是 很努力的 就是 就算再怎麼難過 就我還是心裡 一直覺得 反正這只是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拒絕我 不代表我是一個很爛的人 或者是 他拒絕我的可能 是因為我哪裡真的不夠好 就要更加努力衝食自己 然後我又開始狂投履歷 然後後來我就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且薪水也高更多 所以呢 就是 我很開心 自己有那一份挫折的經驗 才可以讓我有更好的工作 所以就是 雖然你工作出了問題 可是 只要你相信自己 然後並且一直很努力的充實自己的話呢 嗯 我覺得這不會是你 人生永遠的低潮 好 下一題 這一題也有一點類似 不過是一個學生 他說 我是大陸的碩士在讀生 你在讀書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迷惘啊 不知道自己畢業以後 能不能適應工作 因為一直在讀書 沒怎麼接觸過社會 嗯 我覺得讀書的時候 迷惘是 是 很正常的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也 因為 剛畢業的時候呢 我也迷惘到凡天 我真的覺得 自己超沒用 不知道我可以找到什麼鳥工作 就是那時候我最真實的想法 然後 然後 我記得我看了一句話 還是說 你能夠感到迷惘是好的 因為這代表你還有很多選擇 那 所以我覺得 以正面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 嗯 這一題呢 我沒有辦法給具體的建議 是因為我覺得 迷惘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在迷惘的時候呢 你就會思考說 自己要怎麼辦 要做什麼 你至少你的頭腦是有在動的 你只要走過這段時間呢 你在回頭看迷惘中的自己 你就會覺得 那個時候的自己很可愛 因為你是在 有點像是追尋自己 到底喜歡什麼 然後那個過程呢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 只要扭在認真思考 然後對自己的未來 充滿信心 這樣就夠了 好 下一個 查理有沒有失戀過呢 怎麼走出失戀的時候 最近失戀好痛苦 失戀最切忌的呢 就是自己 待在家裡 因為自己待在家 你就會胡思亂想 然後就是滑手機啊 或者是滑 滑電腦 反正就是你只會 就是陷入很難過很難過的情緒 所以 嗯 我覺得失戀 我給的建議呢 就是你要做很多事 第一個呢 你要多跟朋友出去玩 盡量把自己的行程排好排滿 你可以 就是跟朋友一起去玩啊 去喝下午茶 或者是報名做蛋糕的課程啊 或者是去看電影啊 或者是週末去陽明山啊 或者是爬山之類的 就是各種活動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人生塞滿 你才不會去想到那些東西 然後你真的在做那些活動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感覺到快樂 你一定會有幾秒鐘 是忘記你前男友的 那樣就夠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忘記他的時間 越來越長 就表示你成功了 好 下一題 詳情 問查理如何維持感情 吵架的時候怎麼處理 嗯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呢 我吵架是屬於很不爽 就馬上直接講出來 那種人 可是後來 就等於是兩個人會互相對罵這樣 可是後來就是 跟賊在一起了以後 因為他的脾氣非常非常的好 他是一個完全不會出口 對我二眼相像的人 然後 所以 我們現在吵架 模式就變成 比如說發生一件事情 讓我們兩個人都很不爽 然後我們兩個人 就不會 不會互相罵對方 可能到了晚上要睡到前 才會把那件事情拿出來討論 就是說 喔今天發生那些事 我覺得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很不開心 就我們就是 冷靜理性的討論 而不是 就是 很生氣的在罵對方 這樣子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就是 負面的留言了 那負面的留言呢 非常的長 我現在來唸一下 查理我真的覺得 你是一個很愛自打臉的爛草莓 最早是你在部落格說 不認同台灣男生對女生的評投論組 結果呢 你自己當美妝時尚部落客 不就是在最久 外表身材金錢虛榮嗎 他 他流的真的超長 我覺得他的留言呢 真的都有follow到我喜歡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化妝 然後又喜歡看書 然後又很喜歡 農村的生活 所以 就是他真的非常努力的在follow我 只是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 他為什麼討厭我原因 可能是因為 他對於人物角色的設定 是非常平面的 比如說他對於部落客這個職業的 規定 就是說 喔部落客就是要很愛錢很愛漂亮 然後又 很追求身材 追求外表很虛榮 他覺得部落客就是要這樣 所以當我開始說 我想要重拾心靈啊 然後我分享一些書的影片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爽 他就覺得 喔 他現在我又變成文青 他要幫我貼上一個文青的標籤 覺得 那你就去當gay by 女啊 就 黑人問號 就是為什麼一個人不能夠 追求 多樣化自己呢 就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那一篇文章 我的部落客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的 就是 這個社會很喜歡幫人貼上標籤 然後他就是這種人 他就覺得你如果是什麼 你就要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自己是覺得 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啦 就是我就是喜歡化妝 然後喜歡看書 然後又喜歡農村生活的人 我覺得這個 沒有必要因為社會對我的標籤 而去改變什麼 所以我覺得 你的生氣很奇怪 對我而言很奇怪 就是 你為什麼要因為 我的個性 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就要這麼生氣 而且 而且 你很明顯的討厭我 就算了 你討厭我 為什麼還要follow我這麼久 就是 又是黑人問號 就是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 有一些沒有回覆到的留言呢 你們不要覺得失望 我真的都有看 我都有看了兩次以上 就非常感謝你們留言給我 那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呢 你們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去看一下自己的問題有沒有被回答到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除非 如果我相信 你會的 risk